这个女孩张大嘴巴 手指变成机关枪 对着护工一阵猛射 一旁的男孩都看傻吗 这哪是精神病院啊 这是屠宰场吧 女孩名叫秀金 作为一个机器人 她吃饭只是电池 每天都对各种机器说话 更离奇的是 在工厂打工时 她听从广播的指示 割开手腕 将电线插了进去 用胶带绑好后 直接插上电源 你以为她就这样充电成功 当然不可能 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秀金哪里是机器人 这次充电事件后 她就被老妈 送去了精神病院治疗 因为在小的时候 最亲的奶奶也患有精神病 常常幻想自己是只老鼠 她还把几只老鼠当成家人 每天都给他们喂食 最后她就啃着根萝卜 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秀金在后面怎么追都追不上 她崩溃大哭 原来是想还给奶奶假牙 而现在 她每天都把假牙带在身上 生怕自己又把奶奶给丢了 这次之后 秀金就开始幻想 自己是机器人 老妈给她根萝卜 看秀金不吃 心里也就踏实了 起码不是老鼠就行 可现在 秀金住进精神病院 里面个个都是人才 最为生命狼藉的 是这个帅小虎宇哥 他被称为一代神偷 这个大叔 说他偷走自己的球技 害得自己连输了五天球赛 这个胖妞 说宇哥偷走自己的食欲 害得他人都瘦了 整个交谈治疗会上 病人们全都向宇哥讨伐 而秀金坐在一边 内心平静的不行 毕竟自己也没被偷走什么 可这天 秀金偷听到宇哥偷走了星期四 他打开自己的小盒子 里面星期四要穿的内裤 果然不见了 这个女孩从不吃饭 她每天只吃电池 甚至还被拉去电疗 可尽管被折磨得够呛 她都始终不肯吃下一口饭 因为她相信自己是机器人 只需靠充电就能卫生 目睹了精神病奶奶被抓走后 秀金一直都想杀死穿白大褂的人 可因为内心还存有同情心 她始终都没有动手 住进精神病院 认识了神偷宇哥后 她请求对方 偷走自己的同情心 可宇哥哪里知道 摸得着的东西了 秀金则表示 哪怕随便偷点什么都行 于是在经过一番观察后 宇哥抓住时机 偷走了秀金肠 带在身上的奶奶假牙 秀金发现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假牙 隔天的交谈治疗会上 宇哥想着把假牙偷偷还回去 却被秀金一把带住 秀金躲在地下室崩溃大哭 宇哥没有办法 她最见不得女孩子哭了 只好利用自己的骗术 告诉秀金她自己的内心 现在充满了冲衡 接着秀金忽然觉醒 她像机器人一样 猛地起跳 来到了病院大厅 看着面前的医生护士 她举起双手张大嘴巴 手指变成机关枪 对着他们一阵闹射 你以为这场面很粗暴 但现实是这都不过是秀金的幻想 随后她就因为饥饿 直接昏了过去 而由于不肯吃饭 医院只好选择对她进行电疗 疗程过后 秀金躺在仪器里 朦胧之中 她看见了奶奶 一股复仇的烈焰再次升起 并且因为这次的电疗 她认为自己整队人都充满了电 连脚趾都在发光 就在被护工带出大厅时 她站起身 接着面向护工 举起了双手 这么可爱的女孩 居然是机器人 她开着双手机关枪 猛地扫射面前护工 秀金又走进美间病房 杀死所有白大卦 精神病人站在一旁 还在为她加油打气 她又杀光室内的白大卦 接着走到户外 开启了一场大屠杀 坦叫声响彻整片病人 白大卦纷纷重担短下 随后秀金看向 躲在天台的白大卦 只见她举起右手 手指居然变成了小型狙击枪 一眨眼攻击 所有白大卦通通没有变大 但女孩秀金 不过是个精神病人 发生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幻想 因为没有吃过饭 她被关进了小飞屋 进行严格的近视监管 看着鼻孔插进软管的秀金 同为病人的好友雨哥 更是余心不忍 她闯进小飞屋一阵大漫 最后搞得自己也被关了进去 但好在两人的房间挨在一起 宇哥做了个纸电话 就能和秀金聊天 她给了对方一双袜子 只要不停摩擦 就能产生电力 谁知秀金擦着擦着 居然飞了起来 还有只大瓢虫 把她带出了窗外 这一刻 秀金觉得自己 真的像机器人一样会飞 接着她和宇哥来到大草原 在这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奶奶 可幻想过后 老妈就带来了坏消息 奶奶去世了 伤心至极的秀金 将奶奶的一袋骨灰埋了起来 宇哥也过来陪她 两人四目相对 不经心生情义 亲吻时 秀金的脚还喷射狐空 上演了一场机器人之恋 随后他们互相一笑 秀金就又因为饥饿昏了过去 为了让秀金能够吃上一口饭 宇哥做了个能量转换器 说可以把米饭都转化成电力 接着他还在秀金背上 画了个机器门 假装把转换器安进秀金体内 等到第二天吃饭 宇哥一步步教着秀金 该如何吃饭 可秀金害怕吃了饭后 能量器坏了怎么办 宇哥又撒气火 说自己是修理工 保证能修好 接着秀金继续听从吃饭指示 甚至在场的所有病人 都纷纷跟着学起了动静 终于 秀金把饭放进了嘴里 他成功吃下了第一口饭 这时 他感受到了体内充满了能量 看来吃饭还真的有用 病人们集体欢呼 入院这么久 秀金终于吃饭了 谁知他又有了大胆的想法 觉得自己是科源子弹 需要十一幅电力才能充满电 宇哥也很宠他 在雷雨夜时 特地带他来到空旷的室外 抓着一个导电馆 等着闪电劈下 可等到天亮 闪电就是没有劈下 因为宇哥早就在导电馆上 安了没绝缘体 这才叫真爱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机器人之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